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多位乌国官员握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 24号造访乌克兰 会后两人宣布美国将加码军援乌克兰 布林肯与奥斯丁表示 美国已经批准出售乌国价值1.6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50亿元的非常规弹药 并将提供超过3亿美元的军事资助 一名国防部高层表示 这批出售的非常规弹药 指的是乌克兰军队目前使用的军武系统所需的弹药 这些军武系统大多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 国务院声明稿中指出 这项军售案透过巩固乌军军备的完备性 加强乌克兰在当前和未来对抗威胁的能力 在当前和未来对抗威胁的能力 奥斯汀表示美国希望俄罗斯军力被削弱就无法再次发动侵略 不过对此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诺夫表达强烈抗议 表示莫斯科已经警告华盛顿不要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 并且已经送出一份正式外交召会表达二方关切 华人新闻孙玲综合报道